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父母亲自己要养自己要孝敬 如果说这姑妈虽然猜 你自己的姑妈自己不败自己不想用心 你说家里怎么会平安 所以我们说大孝之家主先必安宁 如果是不孝之家满桌酒肉 其实一切都是虚伪的 所以我们祭祖要安焚求兴旺 心田良善的人为人子孙代代真的是兴隆 昌旺 所以我们祖先的神位就是要安坐 也是为了要安心 心安我们就是问心无愧了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维新圣教基金会副秘书长 继台中道场的主持 圆异法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子孙尽孝道的事宜 圆异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所有善心大德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说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好习俗 也就是说我们过往的祖先 或者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亲已经往生了 就有这个习俗就是说 我们如果自己方便的话 最好就是要把姑妈 这些香烟烟火 爹姑妈 有些人他就是理由很多 就是不想爹姑妈 这个到底爹姑妈 是有什么样的含义跟用意在 我们安奉姑妈 爹姑妈都有法仪 跟他的法 跟他的智慧 所以老祖开始 大家学义经 身体健康心安靈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家里公奉姑妈 是有很多的规矩跟法语 第一个如果说父母亲还在 那你不可以跌姑妈呢 你不可以 把父母的姑妈你跌出去摆 它会产生怎样呢 很多人不晓得 因为如果你把它跌出去 父母亲会早死 这个就是这么奥妙 但是人家都不敢讲 只是说不可以跌 不可以跌出去 不晓得父母亲有的会早死 是这个理由 再来我们爹姑妈也要看日子 也要看方向 也要看生肖等等 太多要注意的 姑妈就是要分 只要父母都不在了 那你兄弟就是谁人要猜 那是正确的 所以说这些法语 只有你来学义经 你才能够知道 所以我们提到了就是 供奉祖先来爹姑妈 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四个兄弟 折了一个日子 四个兄弟都可以跌出去吗 就是只要父母不在了 那四个兄弟 要谁人猜 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兄弟之间呢 有人就说我高兴今天来跌就可以 有些说不行要择日 但是择日如果说兄弟的这个生肖不一样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产生什么问题 或者是大家同心一起把它跌出去 会比较好 这个跌姑妈就是 父母亲在的时候 那个姑妈看来就是 根源 如果是在周厨 那四个兄弟都要去周厨 把它跌出来 那当然没有其他的阿姐阿伯 那一个当然最原始的那个就是给老大 如果有阿姐阿伯 那你就不可以啦 那你就四兄弟都个别去把他跌出来 那有的就是父母亲他就跟老大一起住 或是跟老二一起住 那个姑妈就在老二那里 或是在老大那里 好那有一天父母亲都做神了 那其他三个兄弟都要去那个老二或是老大那里 把姑妈跌回来 要跌回到家的时候 那个就要发疑了 那个日子要折到你要去跌的全家人 以及有才姑妈那个兄弟的全家人的生肖都不可以去冲杀 而且祖先的坐向也不可以冲杀 要非常的圆满 法语要非常的清楚 而且怎么跌 怎么过 过香烟 怎么写 都有一定的法语 一点点都不能插错 而且马拉要下楼 要出门 要坐车 要过桥 都一直要呼请祖先 不然会停在半路喔 有一次师父就讲 有一位善性大德 他跌狗骂跌到这个 经过西罗休息站 就大家就下去洗手间又去吃点心 回来忘记叫祖先 就跑回家 结果拔杯祖先都没有回来 都还在西罗休息站 还在那边玩 你看多惨 所以说这个爹祖先 都要有法语 是 清清楚楚 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维新圣教提到说 天下一家亲 也真的不是只有我们阳世的人在亲 我们的这些祖先 这些灵界也要亲 他就不会作怪 就会安心 不过我知道就是说 提到这个爹 哥妈的这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有些是因为不便 寄放在亲戚家里 他就不跌回来了 这个会有问题产生吗 我知道你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案例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不跌狗妈回来 哇那事情太多了 包括孩子不乖 是 孩子非常叛逆 事业就是给你不顺 孩子就给你找不到工作 让你实在一关过一关的这种痛苦 太多了 有的哦 他不晓得没有爹狗妈 会这样子 他认为说 这个现在经济比较不好啊 失业比较不顺很正常啊 孩子考试考不上不努力啊 孩子工作被人家fire掉了 被人家辞职了 就是孩子不认真啊 就怪别人 怪什么 其实哦 狗妈不跌回来太多了 有的他就说 啊家里不方便 啊就把他放在这个寺庙里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位太太 他家里实在够乱的 孩子实在够叛逆的 男生找不到工作 讲一句话又父母亲顶嘴 女儿又乱交朋友 半夜都不归 全家够痛苦的 他的先生就是不得国妈 他的先生就是在乡下的狗妈 他就反对跌过来 当太太的 啊不晓得怎么办 其实哦 这个是这样子 你为了全家好 你就不要再找你先生商量了 你就用下拿去把他跌过来了 跌过来他就好了嘛 反正你把他跌过来 吊在饭厅里面 他也不会去看 是不是 你把他吊在那里 你每天把他拜他也忘了 所以说 折善要固执 哎 是是是 折善真的要固执 尤其是说 我们选择做对的事情 不过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 要选择这个很多人就是 家里长辈往生了 现在不管是私人的机构或者是公家的机构都有这个纳谷塔位 我想今天特别利用我们天下一家亲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原意法师 这个纳谷塔位越来越多了 但是有人就说了 在选择这个塔位因为价位也是很高嘛 尤其要选择到最靠近佛祖旁边脚边的这些塔位价位是特别的高 到底呢这个选择这些纳谷塔位啊 我们要怎么样的选择是比较如法的一个位置 比较好的一个塔位 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很多人就说 常常去就说 那个佛祖的脚边啊 可是佛祖脚边已经很多人了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选择塔位 师父有传很多的法 选择塔位 第一个 不能放在肚脐以下 尤其更不能放在地板上那一层 不管你几楼 假设你三楼 三楼的地板那一层你也不能放 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 她家里很不平安 太太一直生病 我用意发现了 她的公公 那个金刀昂大的鸡 这个金刀昂就是放骨头 我铃骨塔这个摁放在最底下 那我跟她讲啊这个要拿要拿起来要拿高 拿高当成身体就好了 但是要去哪的时候我有问啊 说你当初为什么放在底下 她的婆婆婆婆就是她的就是她公公的太太嘛 婆婆就讲啊 当初为什么放在最底下 因为我那个公公喔也就是她的先生啦 脚不好 一扑一扑的说要爬很高不方便 所以放最底下 门一打开就可以出来啦 所以就放最底下啦 是是是 其实那是不对的 因为你只放在最底下就是肚脐一下就是比较阴 主线住在那里就会很痛苦 再来文化的陶要注意啊 第一个不能反背 如果地藏王菩萨是向东的 你纳骨塔不能安向西啊 这就反背 反背主线也不安啊 不然就是你在右边的向外 在左边的也向外 这都是反背 这种主线也是不灵啊 再来不安领的意思 也不能有那个臂刀冲啊 纳菩萨都是一跪一跪一跪的 是 有冲到了千万不能安 这样子的问题 再来像是很直 你也不能安在正中间 那像冲他又都受不了 你看又不能有臂刀 又不能反背 又不能像冲 而且又要看今年哦 今年是丁有年 那你就不可以东西向的 你不可以安啊 你要安南北向的啊 是 是不是 是 是 这太多的问题 如果刚刚往生的 还要考虑到 他的先命 先命就是这个刚往生者 他的生效叫做先命 也要考虑 是 这些都是会让主灵带来不安的 是 我们今天的天下一家亲 是非常有到位的天下一家亲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了这么多 这是跟我们阳世的人 跟我们现在当下 身为子孙 我们的后代啊 我们都是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也是生活 如果生活里面呢 这个层面是少不了的 因为我们说人生无常嘛 生劳病死 这个是一定有的 可是我们要做到怎么样才如法 既然都要做了 我们就要把它做到如法 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 生活的最殊胜的一个目标 但是有人也会问起了 如果说到这些纳古塔 我这些放塔位的地方呢 到底要怎么样祭拜 会比较如法一点 好 安塔位我再补充一下 安塔位 你不要去安那个八卦型的 有那个八卦型的塔位 那一进进头昏转向呢 是 你要安四四方方那种的 再来 塔位要选择最好就是用意 是 你要安这个地方好不好 好 用意 说这个地方好不好 是 马上就知道了嘛 那个是最高竿的 最高阶段的 就是用意来选位置 好 再来我们祭拜 在纳古塔祭拜 现在有发明了电子的呢 哦这样 你就一按电子 就把主线的那牌位 请出来 就在那里拜 是 拜完了电子一没有了 就不用了 等等 而且又有时间的 扫墓都有人这样扫了 一分钟几块钱 是 赶快 这两分钟就是五百块 四分 七分钟就 多少块 是 拜祖先还算分钟的 算秒的 嗯 这样子实在非常不敬 嗯 我们拜祖先 就是非常诚心的 非常诚意的 我们不要去太科技的 有谁拜祖先又要算秒的 算分的 又要刷卡的 等等 我们实在想想看 我们公家单位的最好 公家的 书一直讲 我们要放在政府单位的纳古塔 私人的你都不要去 嗯 私人又贵 又说他很有地理 又说很有什么穴位 啊我用意哦 都是假的啦 都假 我们到公家 公家哦 你放再久都不会给你换掉 如果你到私人了 我给你讲一个 你看有没有道理 有一天啦 经过一百年了 这家公司倒了啦 你那些祖先还能够再点灯吗 还能够就亮光 那电动门还会再开吗 没有人了 倒了 因为他 放满了 他就没有钱了嘛 没有收入了嘛 当然里面都没有服务人员嘛 放公家的 永远都不会倒 是 是不是 永远都有人服务 而且又不会给你偷班 你的好位置 他就给你 经过我们的孙子了 我们不是忘记他在哪里了 或是都不去拜了 他看你都不去拜哦 他就有给你记录了 他就把你拿走了啦 是不是 好位置就换人家来了啦 公家 书一直讲去公家单位 是最好的啦 不要算 公家也不会给你算时间 是 对不对 也不会说 限定什么规定什么弄呢 实在可怜啦 拜个祖先 这样子实在大不敬 提到这个拜祖先啊 我们其实清明扫墓节 这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教化 也是呢 非常好的让这些子孙大家跟着呢 去扫墓 冥怀祖先 但是呢 现在有些也是像刚刚原一法师提到的 就是说有人呢 也是呢 垫子扫墓 我们想到了 我曾经听过这么样一个有阴阳眼的人呢 他看到了 而且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他说他去扫墓的时候 有些在这个墓碑上面呢 坐的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他在那里 在干嘛呢 在等他的子孙来扫墓 因为他等不到 只有坐在那里 然后因为他已经扬眼 他一看原来他的子孙还没来 你知道祖先他也会盼望 所以由这个案例呢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清明扫墓节的时候 全家大小去扫墓 我看到有一些家庭 就这样一家人 扫墓好了 就在那边吃个水果啦 在那边聊个天 就等于呢 跟祖先呢 那一刹那的相处 觉得那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 是啊 有主持人刚才讲这个 我们就将心比心嘛 我们每一个人 百年后都是会往生嘛 我们 何其不盼望 我们的子孙来给我们扫个墓 我们将心比心 祖先也一样啊 扫墓的时候你不去扫 也不带一个贡品去 所以这样子情何以堪 所以说我们当一个子女的 我们一定要尽孝道 清明扫墓 你可以提早嘛 如果说那一天人太多 你不要 你提早都没有关系 那个贵梦着 书位又讲耶 那个又发余耶 什么地方一定要放 要放几张 所以大家要来学义经啦 你来学义经啊 才有办法讲啦 因为这里没有办法讲 要怎么过梦着 要过几张 土地公的要放什么 祖先的要放什么 这个都是要大家来学义经啊 身体健康心安定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才可安心啊 是 所以我们在学习义经 或者是学习我们生活法 无疑就是想要取得的 就是心安安心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师父谈到就是说 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校道 既然提到了我们的清明扫墓呢 我们就谈到这个阴仔的风水 阴仔的风水经啊 师父他说啊 我们还是必须要谈到一个人文学 而这个人文学呢 我有仔细呢 给他翻阅一下呢 其实就是人人 就是要相互尊重之外呢 就是说思想啦 观念啦 要道德观啦 还有对于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们说阴仔的风水 或者是祖先们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人文学 我们知道就是说 身体法夫呢受诸于父母 所以我们其实呢 血脉是相连的 为人子女呢 我们必须就是要有 知恩感恩报恩 这一辈子的心态 一定要有的 所以有些是土葬了以后 这些姑妈的牌位啊 到底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拜 才能够尽孝道 说到祖先往生 叔父有一个法语 叫做祖德流芳 是 叔父有开始 我们的家人亲人往生 一定要照规矩来做妻啦 一妻 二妻 三妻 七妻 四十九天 百日 对年 做三年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都流行 清气灵 哇 这个清气灵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什么 他就是他的先生往生 他的先生跟孩子 本来都很有话讲 好 那先生往生的时候 就请人来做法事了嘛 就做那个清气灵 做头七 一七 头七 二七 三七 做完了之后 一下就全部做光光了 也没有按照规矩 对年 三年没有 就是随便安纳古塔 安纳古塔 可能又没有照时间来安峰 结果这个法事一做完之后啊 他的这个女菩萨的孩子跟习悟 从此开始就把母亲当成仇人 本来孩子跟母亲是有说有笑的 是 本来全家是和乐融融 就是因为你没有照规矩来做妻 也没有照规矩来做对年 做三年都没有 然后弄得孩子看到母亲像仇人 弄得媳妇也不拜祖先 这个就是我用意发现 他的先生不安 他的先生痛苦 就反映在他的孩子身上 让孩子跟妈妈变成仇人一样 由此可以知道 你安奉祖先 你祖先来做妻做法事 你一定要照规矩 照法仪来做 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我再来讲安奉祖先 是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仪 我曾经就是有一位亲戚也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尊重自己的大哥 所以说大哥呢 做的就像刚刚元毅法师说的 我就是要请起零大家审视 但是我们师父的慈悲 当这件事情去请教师父的时候 师父说没关系 这些姐妹呢这么有心 除了说自己的大哥他不愿意这样做之外 你们还是一样照样的法仪 七天的一个孙一定要把它做完 所以还好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照这样来做 我想因为这样子得人和 所以我想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也就是说天下一家亲 不只是天下 天下从哪里来 从家里开始 家里和谐社会就祥和 社会祥和 国家就太平 那天下就是一家亲了 所以我们师父的慈悲 老祖师尊的慈悲 也真的呢 让我们呢 每个人得到了这个妙法 可以家家户户可以得到平安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藉由元毅法师呢 就是把这些资料呢 还有跟师父所学的一一的带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 你一定会得到平安 天下一家亲 今天谢谢元毅法师 谢谢感恩 祝福你 同时也感谢收看天下一家亲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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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